是 我想我也繼續這個題目 再就教一下陳老師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過去國共這個之間 不管是合作 甚至也曾經這個有國共的這些內戰 大家很好奇 為什麼曾經有一段時間 國共會來做合作 如果知道是當時還不知道 中共的本來的面目 還是不得不有什麼樣 歷史的一些脈絡 另外一個部分當然還是回到 中共老是很討厭說 你不要干涉我們中國的內政 這部分我想他原來這麼少的人 他能有辦法來絕集 顯然一定有需要不少的這些資源 包含資金 這當初到底是誰給了這些資金 讓他可以來壯大 這部分是不是繼續請教一下陳博士 中共是一直仰賴蘇聯的扶持 蘇聯共產黨的扶持 那麼其中我前面提到 他有一個共產國際這個蘇聯的諜報機構 共產國際是負責 對中共人員進行培訓 然後再派人到中國實行政治指導 就是共產國際派他們的人 到中國實行政治指導 同時負責經費撥付 那麼共產國際呢 本身又和蘇聯軍方的諜報機構叫格魯烏 就是蘇聯總參謀部情報局 和格魯烏是密切合作的 然後呢 這個中共的諜報人員在反跟蹤 秘密聯絡刺殺化妝變造身份 密碼通訊方面最早的技能呢 是另外一個蘇聯的諜報機構 就是現在後來這個蘇聯時代的 那個克格勃的前身 叫國家政治保衛局 就是格勃烏按俄文發音的縮寫 所以中共其實起家的時候 它的所有的諜報技能 都是蘇聯的諜報機構直接教授的 所以中共雖然弱小 但是它的密碼通訊 從一開始比國民政府 當年的技術高明很多 因為國民政府一開始是缺少 這方面經過訓練的人才的 那是一直到抗戰時期 美國海軍才對國民政府 軍事委員會下屬的調查局 提供了器材和專業知識方面的訓練 那中共在1933年以前 它的首腦機關 一直是在上海秘密活動的 這樣的話 它就很方便地取得蘇聯的經費 那當時的一個中共的負責人 就是周恩來 台灣有李敖那個出版社 1995年出版過一本書 叫做《國共鬥爭的劍本》 這本書的作者叫《萬雅剛》 它是1928年就進入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的 調查統計局 那麼簡稱是中統 這個局的主要任務是對付中共的諜報系統 那《萬雅剛》的書裡有一節 標題是《特務大師顧順章》 那這個顧順章就是中共派到蘇聯 去學習諜報技術的 那1928年他回到中國以後 就成了中共的特務大師 曾經擔任中共的軍委 特務工作科科長 那後來是被捕便捷了 周恩來就下令把他在 把顧順章一家在上海的老小十幾口 全部殺光滅門 我看到南京大學有一位王冰冰教授 他出了一本書 書名叫做《病未遠去的背影》 他在書裡面介紹說 顧順章辯解以後 中共在上海的諜報網被破獲 就在中共在上海就沒辦法存生了 只能躲到江西山區 那加入毛澤東在江西盤居的山中匪區 那從此就有了國民政府的 江西一帶的剿匪軍手行動 但是呢中共和共產國際的聯絡 一直沒有完全中斷 那至於中共的蘇聯領取經費的細節 十年前有一位上海 這個華東師範大學的教授 楊奎松出了一本書 叫做《讀史求實》 裡面有一篇文章詳細編列了中共 從1920年到1943年 長期領取蘇聯經費的實際情況 每一年的數額和資料來源都有說明 那我就挑幾個年份舉例說明一下 首先說一下貨幣 這個按當時的貨幣是 民國時代是用大洋 就是銀元 那麼從1921年10月到2022年6月不到一年 中共建黨的初期 中共的總開支是17,655塊 其中蘇聯提供了16,655塊 佔94% 此後中共在上海發動的各項活動 從組織工人暴動到半夜校和出版物 來煽動所有經費都是蘇聯提供的 僅僅是1925年1月到2月 蘇聯就提供了6,600塊 但1927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民 策動農民暴動 為這個暴動 共產國際一次撥給毛澤東四萬大洋 那時候大學教授一個月才100大洋 所以毛澤東是很發了一筆財的 那中共是靠蘇聯諜報機構的錢在混 所以它一直就和蘇聯的諜報機構密切合作 中國前些年被關閉的這個炎黃春秋雜誌 曾經在2010年的第三期刊登過一篇文章 標題是周恩來密會佐爾格 佐爾格是二戰時期非常有名的蘇聯間諜 後來在日本被捕出死 他是德國人 屬於蘇聯軍方的諜報機構 那這篇文章介紹說 佐爾格是1930年以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的身份 派到上海幫助蘇聯軍方建立情報站 主要是從事對日諜報工作 而他一到上海中來就奉蘇聯的命令 幫助佐爾格建立諜報網 佐爾格在中國的諜報網分成國際組和中國組 其中的中國組吸收了不少中國的知識分子 從事諜報活動 包括後來北京大學裡有些教授 當年就是蘇聯間諜 那麼1931年共產國際東方部遠東局 派到上海的聯絡員 這個是一對夫婦叫Nuland 因為事發了被捕了 那麼這個Nuland夫婦是負責為共產國際 轉發郵件 管理秘密電台 管理給中共的經費 還要安排中共人員去蘇聯的 中共為了全力營救 甚至派孫中山的遺孫宋慶玲出面 當然宋慶玲本人也是和共產國際有勾結的 當時共產國際派了一個德國人叫Auto Brown 帶著錢去營救Nuland夫婦 那麼這個人後來就被共產國際派到江西共軍 去當軍事顧問 結果導致共軍在江西的軍事失敗 那麼這些事情就可以看出來 中共是如何聽命於蘇聯的 主持人前面問到說 那個第一次國共合作 那到底怎麼回事 我坦率講的是孫中山糊塗 但這個話可能在台灣 國民黨不太喜歡講啊 就是共產國際是一直在拉攏 孫中山和他合作的 那孫中山在護法運動失敗以後 他沒有得到西方還有日本的資金支持 這樣的話他為了需要錢 就開始和蘇聯接觸 那麼1921年12月 孫中山是在桂林 建了共產國際的代表 1922年 那共產國際要求當時 還弱小無能的中共 去和國民黨合作 讓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 這就出現了第一次共產國共合作 那孫中山是接受了蘇聯的支持 包括軍械和錢 但他提出條件說中國 不會轉向共產主義 還有就蘇聯要支持 孫中山的國民革命 那孫中山之所以容忍 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 主要是為了換取蘇聯的經濟援助 那麼蘇聯還派出了特使到廣州 開始影響國民黨的政策 這樣的話就國民黨內部 當時就出現了以汪精偉為首的左派 1923年底的時候 蔣介石是率了一個 這個以孫中山名義 率了一個團考察俄國 他回到中國以後 在回國報告中 向國民黨報告的時候提到說 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 與西方殖民主義對於東方民主獨立運動 更是危險 那麼孫中山卻認為說 蔣介石這個說法過濾了 那事後證明在聯合中共這一點上 孫中山過於功利 而蔣介石倒是看到了蘇聯的本性 那最後國民政府在大陸的失敗 就起源於中共的做大 而中共的對國民黨的滲透和做大 開始於孫中山對蘇聯的依賴和親信 那看來直到今天 孫中山的慘痛教訓 仍然值得國民黨深思 因為每次歷史上 國民黨親信中共以後 吃虧的最後都是國民黨 那中共是蘇聯豢養出來的 中共的本性其實也是來自蘇聯 前面我提到過 就是中共憲法裡講明的是這個獨裁國家 那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 中共一直在講它是專政國家 是無產階級專政 你這概念其實是馬克思提出來的 然後由蘇聯和中共付諸實施了 所以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 就是一小撮陰謀家 要實現自己獨裁國家的意識形態 不管馬克思主義後來怎麼樣 千變萬化變成新馬克思主義 他骨子裡的獨裁企圖 和製造敵人的手段是始終如一的 那有人會想說 那中共不就不能夠民主化嗎 中共喊過民主化的 中共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後 為了欺騙國民政府統治地區的知識分子 曾經假惺惺的宣傳過 中共要實行美國式的民主 然後很多知識分子就相信了中共了 那結果中共的獨裁統治 向來是靠抓 殺 關 這些手段來維繫統治的 也因為如此 中共治下在大陸是害死無數人命 卸債累累 再加上改革以後是貪污無度 在國外藏了幾萬億美金的貪官錢財 所以中共這樣的統治集團是很清楚的 民主化就是它上斷頭台之日 所以中共始終視民主制度為籌扣 而且一定要在憲法裡 寫進獨裁國家這樣的制度架構 如果中共真把台灣抓到手裡 他非常可能會複製 他在中國的獨裁統治 靠鎮壓來恐嚇台灣民眾 達到他在台灣同樣實施獨裁的目標 有一個地方 如果是在這裸中有制度的